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美國形勢的最新進展 目前美國國會的聯席會議 仍然是通宵進行當中 按照目前的進度顯示 相信很快就會得出最終的認證結果 因為到最後 其實只有阿里桑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 是有足夠的參議員和眾議員提出反對 進而進入辯論和表決程序 其他州都沒有任何參議員願意背書 來提出反對 當然 既然認證結果都準備出爐的時候 當然就會出現一個現象 叫做長島眾人推 有部分白宮要員乃至是內閣成員 眼見特朗普已經翻盤無望 再加上國會大樓出現了這麼激烈的示威活動 於是把心一橫 決定辭職 或者醞釀辭職 按照美國的《國會山報》報道所說 目前最少已經有四名白宮要員辭職了 分別有第一夫人梅拉里亞的幕僚長格里謝姆 副新聞秘書馬修斯 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 和白宮社會秘書尼斯塔 另外有美國媒體引述消息 最少有兩名官員已經醞釀辭職了 分別是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和運輸部長趙小蘭 趙小蘭終於是要現營 來到現在的關鍵時刻 務求要火上加油 當然到最後她是否辭職 現在只不過是媒體引述消息 不過就算她最終辭職 一點都不會感到意外 這兩夫妻根本上已經黃了 她們的取態是怎樣 至於其他白宮要員 當然就已經反映得出 一點擔帶都沒有 來到這個關鍵時刻 更加要緊守著崗位 沒有理由看到 現在總統似乎翻盤無望 於是乎就趕快割席自保 你有什麼擔當在樹 實情很多人去做白宮的幕僚 根本上很多人的心態 就叫做彈球一官半職 三餐無休就算了 你叫她做一些破格一點的事 或者是敏感一點的事 當然是耍手令頭 之前鮑威爾律師和弗林將軍 去到白宮橢圓營辦公室 提出所有的意見 都是被這班傢伙都禁止的 各種事情都說她不可行 各種事情都說她們做的事情是多餘的 沒有用的 反正幾十盆冷水照頭臨 現在解釋完了 根本上這班傢伙純粹叫做怕事 一點擔當都沒有 面對著現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要走的就走 要割席自保的就割席自保 成何體統呢請問 總之一隻二隻純粹是抱著打工的心態 有污水就不要撕濕自己 既然現在國會出現了這樣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的時候 當然不做 一不做的時候 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請問這班傢伙到底知否何謂良知和公義 平時是秉持著什麼原則來做事 簡直就是施衛素餐這班傢伙 難怪特朗普身邊圍著這些人 到最後階段就要召見 埃威爾律師和弗林將軍入宮 不過現在看法也是沒用 因為他身邊那班幕僚 不斷禁止別人的事 每樣都說不行 接著就說一下美國商界 現在就打算借商成毒 說要援引美國憲法 來罷免特朗普總統的職位 務求要和平移交權力 實際上美國商界一流都不托特朗普 尤其是科技巨企 為什麼呢 因為特朗普總統貫徹始終 在他過去四年任期裏面 他一直高舉著美國優先的旗次 他秉持著原則來做事 美國優先不是說美國企業優先 而是美國人民優先 偏偏在很多時候 其實人民的利益和科企 企業的利益就是有所衝突 這也是難免的 由於那些企業 他們很想打進一個全球最龐大的市場 因為裡面最多人 有人就代表是有錢的 尤其是那些高增值的科技巨企 無論他是要賣智能手機也好 或者他是要經營一個社交平台 要多些用戶也好 那個市場根本就是一塊肥豬肉 但是偏偏特朗普在過去四年 就跟他鬧得很不愉快 於是導致這些科企 或者是美國的企業 打入這個市場的時候 出現重重困難 甚至乎特朗普曾經公開說過 就算他對華強硬政策 影響到蘋果手機在中國的銷量也好 都是在所不惜的 你說聽在那些科企的耳朵裡面 就當然是非常之耐耳的 所以現在整班人 就是叫做出來是有仇報仇 這些就是報仇地報了 毛利頭就說要求去援引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 就要將特朗普罷免 然後就由彭斯來接任這十幾天的總統 這班人簡直是不知所謂 大家看看澳洲政府他們自己也會說 說不會為了經貿利益而犧牲國家主權 這些就是企德席的腰骨 你看看這些企業 純粹是因為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的原則 而犧牲了部分企業的利益 於是整班人就不理三七二十一 看到有位就立即進入 總之見逢插針 就是要盡快拉倒特朗普為止 實情這班人都不爭在那十幾天 現在國會都準備完成認證選舉人票的結果 你急什麼呢 他都不可以 他就是要把你一鎊才行 總之就令到你難堪令到你沒面子 因為過去那四年可能這班人覺得自己 因為你上台的原因而令到自己賺少了 不是說沒有錢賺的 他賺少了 他都已經是不行了 整班人就是貪得無厭 理智當頭 當然你說做一個商人 哪一個不是理智當頭的 問題就是 你不是這樣來對待那個總統 他都差不多 到現在這時刻都翻盤 都沒什麼機會 你任由他做了那十幾天 都不行 都是要借他一鎊 這班人歷史是會記住你們的 令到我最感到不滿的一件事 就是 有些所謂的評論員或者學者 那個人 那個驅學都已經不在香港了 但是他仍然是要說一些東西 就是要為著拜登去補價護航 尤其是就是今天國會聯席會議開了之後 大家發現 彭斯原來他都是按本子辦事的 他都不敢鼓起勇氣做出一些 堅守公義和良知的行為 那就好了 大局已定 接著有些學者走出來說 說拜登的當選 就是符合民主程序所產生的 我想請問這班友仔 是不是過去兩個月全部睡著了 由十一月開始講足兩個月 說這個選舉制度是有問題的 那些人完全扮看不到 然後特朗普陣營通過各種合法和正當的方式 嘗試來尋求一個公正的裁決 連聯邦最高法院都說不去開庭 來審議那些違憲的行為 這些是不是事實來 是不是發生了 已經用盡了很多的途徑 都是不得要領的 那才出現今天國會現在這個情況 是不是先 不是的 整班人出來就說拜登好東西來的 拜登符合什麼什麼 接著又跟示威者割席 好心這班友仔去收皮 不要說自己是抗爭 支持 抗什麼爭 根本上你本人就已經向了現實低頭 是妥協 是屈服 老實講做一些這樣的網上平台 有什麼作用 無非就是做到一件事 叫做什麼呢 左膠都經常說 就是為無聲者發聲 為無權者充權 是不是 你不是的 你站在當權者那邊 那你要來做什麼呢 這個平台 我就做不出的 我就不會說西瓜靠大邊 現在拜登上台 於是托他大腳去拆鞋 我也是按照已知的事實 作出我的主觀評論 但我是有客觀的證據來支持 是不是 你要這樣做才行 而不是見到誰上台 你就撐誰 西瓜靠大邊 就是做勝利球迷 那你一個台做什麼呢 沒有作用的 沒有意義的 那這些其實是 你把他拆鞋 然後又說 怕得罪民主黨 得罪拜登 他就不騷擾你了 原來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說他根本上 都不是秉持公義的原則來做事 是不是 就是不罵得的 不批評得的 明知有錯 是不是這樣 就是很離譜 我是很不滿這些人 告訴大家 我就不會說 見到他上台 就立刻跪下 在那裡 舔舔舔 舔舔什麼 是不是你做個節目出來 你是要說出真相 你要幫那些當權者發聲 為什麼你這個網上平台 主流媒體有九成半都是幫他發聲 是不是你做得比他更加優秀更加傑出 老實說 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千不唸 萬不唸 你也要舔舔 特朗普在2019年8月的時候 這些是他自己說的 就說他曾經叫停了老解 下來香港 當時大家有眼看 這麼多直播片段 那些老解已經去了深圳灣的體育場 準備開闊來香港 大家有沒有看當時的微博 已經說出口 就說深圳來香港 就幾多幾多分鐘 他起碼是使得香港 避免了一次的生靈塗炭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五眼聯盟其他國家 他們會這麼疏爽呢 他們忽然之間會對香港的中門大開 除了說要感謝這些國家 本身提供了一個渠道給香港人之外 背後一定就是有特朗普政府在施壓 是不是 不會說這幾個國家無理頭自己動 你千不唸萬不唸 你也要唸在特朗普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幫過香港人 不過這個世界往往就是這樣 雪中送炭就難 落井下石就容易 一隻二隻都是這樣 大家有眼見 現在是 說回國會大樓的示威情況 目前根據媒體的報導所說 最少有四個示威者 是不肯犧牲了的 這件事已經證明得到 你民主黨雙手滲滿鮮血 對不對 怎麼會安排這麼多這些人 走進白宮來守衛 你說守衛什麼呢 最好是有些人說 這幫傢伙暴力 怎麼暴力呢 老實說 你那個國會聯席會議 可以這麼快重啟得到 就證明了那些示威者 進去根本上都很和平 對不對 很多人進去根本上都沒有手持著任何槍枝 這麼多人進去都說守到幾支 就只有那幾個人有 是不是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示威者 進去搗亂 搏爛了些東西 搞屁股 肥臭 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沒有 如果他是搞亂當的話 根本上你就不橫救 是這麼快可以開會的 就證明得到那些示威者的殺傷力 是極之有限 但是你就不是 你就用一種不對等的武力 來對待他 那些人我又不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這麼喜歡落於捉鬼 你捉了沒有 最大那隻鬼就是彭斯 是不是 養鬼千日 用在一時 原來潛伏在身邊這麼多年 現在就是一招了 那你應該捉那些鬼 你經常說 在示威隊裡面 有什麼Antifa 有什麼Black Lives Matter 那些人 當然有 這件事 對不對 就算在香港200萬人示威 戒不出幾個藍絲 那些人在裡面有什麼出奇 對不對 你想想那些示威者 為什麼會這麼憤怒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用盡了所有的途徑 都不得要領 如果你能夠從司法的途徑 或者是從立法機關來 把持得到 就不需要那些人 擅長水遠去到華盛頓 那裡 去那裡做什麼 是不是 至於有些人 將現在這個激烈的示威活動 歸咎於特朗普 又是多餘的 你怎麼會怪特朗普 特朗普只不過是叫大家 去這個國會外邊聚集 那個是集會 之後那些民眾做什麼 你沒有理由入他授 老實說 是不是 就算要入數 你都應該是找一下 哪一個令到這場的選舉 出現這麼多的麻煩 誰是製造了這些東西出來的 你應該找他算帳 還是什麼 不提的 大家看看那些媒體 只是抽空了所有的 context 整個背景 不說的 過去兩個月發生什麼事 不說的 只是斷章取義 就截了 昨天所發生的這一段 國會大樓的激烈示威出來 就說特朗普要負責了 他負什麼責 請問 他都說呼籲民眾不要這麼激烈 有沒有看的 大哥 他有放過這些呼籲片段 上去Twitter 只不過被人刪除了 大哥 看又不看完之後 又歸咎於特朗普 接著有些評論員 有些這樣的學者 走出來托拜登大腳 又說他就行 行什麼 真的 你等到他有些實際的事情出來做 才在這裡拆鞋吹水 好心 我看見都作嘔 老實說 做一個平台出來 我就不要叫我西瓜套大邊 我也是有那句說那句 如果大家不聽聽 沒辦法了 如果大家支持 希望你繼續支持下去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